我现在旁边的是贝尔金刚刚发布的 价值1000块钱的MagSafe三合一 无线充电器 它可以同时给你的iPhone用MagSafe充电 然后给你的Apple Watch充电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器的无线充电板 说此充电底座可谓iPhone提供最高15瓦的功率 今年苹果推出的MagSafe价值好像是326 它就是给iPhone充电最高15瓦 在这里 大家看 它的里边布局和外边的布局完全是一对应的 充电底座放在这里 它有一枚充电头 然后打开这个板子上写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款充电器 它有一个自己适配的插头 最高输出是15伏2.67安 它可以自己实现最高40瓦的输出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充电器的一些机身细节 首先这个位置是不锈钢 感觉是不锈钢 不锈钢的金属原色 然后后半部分有一个白色的塑料条 然后左侧这个是iPhone的充电器 右侧这是Apple Watch的充电器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iPhone和Apple Watch的充电器都不能调整角度 它都是固定好的 然后下方这个是一个这个器的充电板 大概是这样一个设计 贝尔金除了推出白色版本 还推出了这样一个黑色版本的 黑色的这个不锈钢支架 它就是黑钢 然后背面的这个塑料条也是黑色的 然后底座也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摸起来是橡胶质感的 所以防滑性很好 放上一个耳机或者充电器 手机充电都不会产生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灰黑色的材料会比较容易吸灰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才用了半天的时间 这个底座上边就已经有很多灰尘了 如果你们家本身灰比较大 那么慎选黑色 我认为黑色的质感要比白色的更强 但是黑色有一个点 我不太喜欢的就是 它的这个充电MagSafe的这个接触版都是白色的 这让这个充电器显得有一些些不协调 然后给大家安装上这个电源 从这里插入 然后旋转 这就按上了 我给它进行iPhone的充电 然后比如说手表 对吧 我现在把手表 它这个手表设计的优点是在哪呢 就是无论是你带这种自己回环的 或者是那种两边需要卡扣的那种表袋 它都可以完美的放进去 比如说我现在放进去 看到了吗 现在手表在进行充电 如果你日常坐在这里办公 那其实你的这个手机有什么新消息通知 你都可以直接看 然后这个时候你说 如果你说你想给你的AirPods Pro充电 你可以放在这里 大家看 充电的时候 它这里会有一个小白灯点亮 能看到吗 整个这一套 我觉得如果是苹果全家桶的话 现在咱们不考虑充电速度 就它这一套设计 我觉得几乎完美 比如说平常你边用电脑办公 边想看个视频 那这个时候 你其实完全是可以把手机旋转过来 然后以这样一个角度去观看视频 下面这个 因为它本身是支持气充电的标准 所以如果我们把 比如说支持气充电标准的手机 我随便拿一个三星的放在这里 它现在显示在无线充电 然后有同学说 这个三星的手机能不能 吸在这进行充电呢 我给大家看了一下 它可以放在这 为什么 因为三星这款手机 镜头模组非常的巨大 所以说能正好卡在 能正好卡在这个MagSafe充电这个位置 但是这也仅限于三星这款手机 哎呀滑下来了 其他的手机没有办法正常的吸附上去 然后我相信很多同学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充电速度 说实话 如果贝尔金的这个充电器 它的充电速度能达到MagSafe那个充电速度 我觉得它是值得购买的 但是 它虽然标称可以支持最快15瓦的充电 但是它并没有达到MagSafe充电的那个速度 MagSafe充电是什么速度 大概是30分钟浓充电量33%左右吧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贝尔金 如果我用最快速度 就是拿掉手表只给手机充电 其他的这个都没有 它15分钟能给iPhone充入电量10% 30分钟充入17% 一个小时才充入到30% 也就是说它虽然标称 说最快可以给iPhone实现15瓦的充电 但是它的充电速度是不及MagSafe的 如果你日常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 或者你根本不在乎充电速度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贝尔金的这款 但是如果你追求速度 希望能稍微快点充 那么我觉得MagSafe329块钱 体验要比它更好 它这个呢 主要就是这个支架 可能支架本身比较费钱吧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贝尔金这款 三合一无线充电的一个上手体验 充电速度已经很慢 已经告诉大家了 如果你追求一个这样一套完整的充电体验 那么可以考虑看一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